天地劍 天人世上 道已常在恩责四方 英雄情 儿女情 天经地 河伦断肠 一当年 沧海横流 英雄本色 祝国至上 风雨狂 才得见 忠烈情怀 只是好感 痴心拥在 法语通往 生灵万种 水土一方 恩怨百年 红尘世长 都赴予戴武将 戴武将 作曲 李宗盛 戴武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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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武 你腾手工是干什么事的 朱处长就几天不在 技术处就让你当了这么几天的家 就闹出这么多乱子来 这么重要的资料 是可以弄丢的吗 是可以丢的吗 也奇了怪了 平时都好好的 怎么一出事就丢了呢 陆副处长 朱处长走的时候 是说过让我负责 可是我名不正言不顺 在技术处人为言轻 说谁谁也不听 再说这图纸的事 一直是朱处长亲自在管 我根本就插不上手 老刘 我看啊 祝国洞的工作作风 也有一些问题 至少啊 是不太民主吧 现在不是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唐公 如果图纸找不到 有没有其他的线索 这就不好说了 朱处长说他设计的图纸 碰不到暗和 绝禁队友说他们是严格按图施工 谁会想到这施工队的图纸 连一张也保存不下来 一定得找到这张图纸 没有这张说明问题的图纸 党委怎么给这次事故定性呢 怎么给群众一个解释呢 好吧 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是啊 我想跟你谈那诸国洞的事 他怎么了 这次犯难他很被动 绝禁队是按照他的图纸施工的 不是还没有最后定论吗 是 可是我想和你说的是另外一件事情 什么事 你看 这是他上个月 发表在煤炭建设上的一篇文章 标题为 尊重科学拒绝官僚主义 内容中多次强调 要尊重科学 尊重技术人才 不能官僚主义 不能瞎指挥 不能头脑发热 他说的是对的呀 是 我承认他说的是对的 也是我们现在工作中 存在的一些问题 可是他对于政治 太缺乏敏感性了 这跟政治有什么关系啊 当然有关系了 你最近没看报纸吗 你是说 月初啊 祝国栋是个好同志 业务精湛 热情 单纯 可是他对于政治 太缺乏警惕性了 他的一些议论 早引起了一些领导 对他的不满 他要是再这样发展下去 会对他不利的 如果他出了事 我们将损失一名 优秀的科技干部呀 不就是陆炳章 对他有看法吗 陆炳章能把他怎么样 月初 你怎么也这么幼稚呢 金书记现在不在 矿里的工作 主要由陆炳章来主持 价值这次矿难的真实原因 又很复杂 对祝国栋是相当不利的 我不好出面 你找个机会跟他谈谈 让他最近谨慎一点 你为什么要我去啊 我知道你跟他的关系不错 你的话他会听的 你就不吃醋吗 不 为什么 我相信你们都能正确对待 我也知道 你虽然嫁给了我 但你并不爱我 我也知道 人心是很难改变的 但是 只要让我爱你 我就足够了 虽然 虽然 你真是个宽厚的人 腾公 那张图纸找到没有 不知道 调查组在查 我们处理的人都没插手 这下热闹了 我看啊 这图纸事件 比矿难还要复杂得多 有人说 是祝国栋为了逃避责任 把图纸给毁了 是这样吗腾公 不知道 我听到另外一种说法 什么说法 市场阴谋 有人想把祝国栋搞进来 把图纸藏起来 不会吧 谁会这么无聊 我倒是听说 施工队是严格按照图纸 进行施工的 那照您怎么说 这祝处长可就难辞其咎了 一切结论都由调查组来定 你们瞎说啥呢 祝处长是无辜的 那图纸我见过 他没有撒谎 他怎么那么激动 他是祝处长手下的红人 好难怪啊 韩月初来了 肯定是去找祝夺栋的 爹 你在这儿耍着 我去不高楼矿角 好的 朱大哥 岳主 你来了 我给你烤了点肉 来 吃吧 谢谢啊 真香啊 好久没吃到这么香的烤肉了 记得最后一次吃还是 在你爸去大西北之前吧 你还记得 怎么能忘了呢 那天啊 我们都喝了不少酒 舍过境迁了 岳主 今天你怎么来了 没上课啊 今天礼拜天 在这屋子里待了几天 连日子都忘了 雨达 让我找你来谈谈 谈什么 他要我转告你 这段时间说话谨慎点 也少发表文章 为什么呀 你没看报纸吗 这段时间风向变了呀 变什么了 你文章的有些提法太敏感了 会给你带来麻烦的 岳主 这雨达也太谨慎了 现在不是提倡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吗 雨达说得对 你在业务上一流 可在政治上真是太幼稚了 我爸写信来也让我转告你 你得学会保护自己啊 我怎么幼稚了 现在是和平时期 人们都在全心全意地 建设新中国 有什么可保护的 你怎么这么倔呀 我爸是为你好 他有些话是冒着风险 要我转告你的 最近是非常时期 你文章中的议论 触动了一些敏感话题 非常 到底怎么回事 哈老师 你不能在这儿 赶紧走吧 为什么 诸国栋正在审查时期 不得跟外人接触 谁说的 陆匡长说的 月珠别担心 我经得起任何审查 那你记住我刚才跟你说的话 朱书长 你不能走 为什么 我们也是奉命行事 我知道 我不会想不开的 不过我有个小小的要求 能满足我吗 什么要求 我要看报纸 把这几天的报纸帮我转来好吗 这个要求可以满足 谢谢 看看老爷 老爷 老爷 你今天真精神 老爷今天参加工作了 真的 今天穿的可真精神 你有工作了 我跟你说 大少爷说话还真算数 前两天矿上通知我叫我去上班 我现在是仓库保保员了 是吗 是吗 你还没吃饭吧 还没有 刚发了工作符 我就请了假 让你们看看 也让你们高兴 太好了 太好了 文静 快快快 去街上啊 给你老爷买 买上半斤 他最爱吃的猪头肉 来来来 走 快去 好 早点回来啊 爹 等过一阵发了工资 还是多买点东西 给猪股肚送去 人家帮了大忙了 我也是这样想的 可是他现在被关起来了 我想进去看他 可人家不让 为啥 你不知道 他现在这样 还是跟上次 警下死人有关系 怪不得呢 卓国栋有一阵子没回来了 可不是 最近一段时间 开会都说这事 说大少爷是 这就报复了 看来 大少爷是躲不过这一劫 爹 这事 你可不能缠和太多 愿家祝国盾对你不错 咱不能落井下石 你 不是跟他们不对付吗 其实不是了 我就是看不惯 敏玉珍那张嘴脸 你说 他自从捡了大便宜 嫁给大少爷以后 事事争强好胜的 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我看他这回怎么争 丫头 我觉得你有无道理 真的 韩姐姐 你找我 你怎么才来啊 陆矿长找我们去谈了半天话 还是图纸的事吧 是啊 这件事真的很蹊跷 怎么蹊跷 嗯 我明明记得 柱处长的图纸 是备份存档了 可是就是找不到 那你说是怎么回事啊 只有一个可能 什么可能 被腾公藏起来了 你有什么理由 怀疑是他藏起来的 我清楚地记得 给绝金队下图纸的那天 柱处长要开会 是腾公送去的 在此之前 腾公也设计了一份 但是被柱处长否掉了 柱处长当时还说 腾公的这个设计 在绝境的时候 会遇到暗和 真有这么回事 对 所以我怀疑是腾公掉了包 把柱处长的图纸 藏起来了 这件事你对谁说过 谁也没有 只对你说啊 小柳 你能不能想办法 在腾手工的办公桌里 找找那份图纸 好的 我想想办法腾公他很谨慎 走吧 陆匡长 你要给我们做主啊 你们这是干什么 对不起 对不起 陆匡长 我给您介绍一下 他是我们陆队长的遗属 是来要求解决 抚恤金的问题的 我跟他们说了 要等事故调查清楚 让他们回家等信 可是他们不听 非要见你 这不完我拦都拦不住我 你拦人家干什么 人家有困难 来找匡长解决问题 是天经地义的事 你呀 一点积极感情都没有 是是是 大嫂大娘 有什么话 咱们坐下来慢慢说 陆匡长 你要给我们做主啊 陆匡长 你要为我们老婆心说话 来来来来 快起来 陆匡长 你要不解决我就不起了 大嫂大娘 我们啊 是共产党的干部 不是封建王朝的青天大老爷 咱们啊 别来拦叫含冤这一套 来快起来快起来 有什么问题啊好好说 我们啊 是人民的秦务员 就是为你们排有解难的 陆匡长 陆匡长他是为公家死的 可他的孩子才这么大 还有一个老母亲 你可让我这个寡妇怎么活啊 周主席说 抚恤现在还解决不了 要等调查结果 大嫂啊 周主席说得对 是得等调查结果 如果图纸是错的 那陆队长呢 就是因公牺牲 你们就可以享受 烈士遗属的待遇 如果图纸没有错 那就是陆队长的错 那么你们不但一分钱 也拿不到 恐怕还要追究责任 陆匡长 我儿子可本分啊 他不敢胡来 我老婆子求你了 要是没有抚恤 他媳妇就要带着孩子家人 我们陆家三代单传 就这个种 陆匡长 我给你跪下啊 大娘 大娘 我知道 陆队长啊 是个流性很高的好工人 可是这件事 还很复杂 坚持到一个我们 设计图纸的筑工程师 筑工程师呢 至今不肯承认 是他设计的错误 图纸又找不到 所以呢 还不能下节路 也能等到啥时候啊 我也说不清楚 好 要不这样 你们去找一找 筑工程师 把你们的想法 跟他沟通一下 好 周主席啊 你带他们去一下 好 去吧 走吧走吧 我跟你拼了 你拼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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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快松手 赶紧把他圈走 别让他们走 让他们说 周主 他们可是陆队长的家属啊 是啊 我知道 陆队长跟我情同手足 他的儿子就是我的侄子 他的老娘就是我的老娘 大娘 弟妹 有什么要求就说吧 大兄弟 你说你和陆队长是好兄弟 我替我死去的儿子 求你了 求你给我们条活路吧 要不然我儿子在九泉之下 也闭不上眼啊 周主席 这到底怎么回事 陆队长牺牲了 旷山应该急以抚恤了 可是 事故责任还没有认定 如果认定是陆队长 不按图纸施工 不但一分钱抚恥金没有 还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呢 为什么 这个职工抚恤条例规定 玩乎职守 不在有我范围之内 这孩子是打出梅那天出生的 叫新田 新田 给这位伯伯磕头啊 大娘 别这样 千万别这样 你要是不可怜我们 新田就不是我孙子了 大娘就要带着他改革 大娘 大娘 起来 起来 大娘 你们别难过 我答应你们 责任我来付 朱处长 这话可不能随便说呀 周主席 我这不是随便说的 你告诉矿上领导 这次透水事故的责任 由我来付 好人哪 你看 大家赶快到会议室开会去啊 匡难事故的调查结果已经出来了 唐公 谁的责任 朱处长自己承认了 是他的责任 不会吧 我也不相信 是周主席亲口说的 还算朱处长有良心 你怎么还不走啊 赶快去 快去 快去开会了啊 好好好 小柳 小柳 你怎么还不走啊 快去 喂 同工 我们在几号会议室开会啊 在四号嘛 就是预览室对面的那个 说了完了怎么还不清楚啊 走我带你们去 小柳 你赶紧过去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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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宽长 好 刘夫收集 多多谢 来 白秘书来一下 好 你快去 在广播上通知一遍 咱们偷偷拉拔的 是 真是 咱们偷拉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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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都到齐了 都到齐了啊 老陆 现在宣布是不是有点太仓促了 怎么 刘副书记觉得 事故调查拖得还不够久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 就凭诸国栋一句话 就对事故定性 是不是太草率了 诸国栋 不会随便说这句话的 他要不傻 他知道说这话的后果 如果 他是违心说的呢 他凭什么要撒谎啊 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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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到了 刘慧同志 你找到什么了 我找到能够证明住处长清白的图纸了 好 真的 真的 图纸找到了 在哪找到了 在哪找到了 在腾手工办公室的柜子里 在柜子里 在柜子里 这是什么不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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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柳同志 你把图纸 交给黄总工程师检验一下 是三号坑道的设计图纸 设计者签名 也是住处长 那再看看 图纸上标的纬度 和事故发生的纬度 是不是一样的 一样 图上标的纬度 就是目前透水的纬度 啊 我就说了 这只是住什么 怎么会挖到那去呢 这不可能 就是这么刁的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小柳同志 我不知道你是出于 什么样的动机 但至少你应该相信 黄总工程师 相信科学吧 藤手工同志 你为什么要把这张图纸 藏起来啊 我是为了 挽救 朱国栋同志 可是你知不知道 你这是害了他 也害了牺牲的陆队长 对不起 我辜负了领导 对我的信任 幸好朱国栋同志 能主动承认错误 要不然 他的罪过就大了 对不起 书生器的父亲身上 还有一种游侠精神 他认为自己承担了责任 就能让朝夕相处的工友 得到烈士称号 他的遗述也能享受到 丰厚的抚恤 然而 他没想到的是 他的书生器给他带来的 却是灭顶之灾 老朱啊 今天的谈话对我来说 简直是一场折磨 好 没事 陆幻长 有什么尽管说 我能接受 那我现在就向你宣布 调查小组 对你的处理意见 由于你在设计上的错误 导致了透水事故 给国家 造成了人员和经济的重大损失 本应该严惩 可是考虑到 你是我们矿里开发敌井的工臣 所以从宽处理 撤销你技术处长的职务 撤销你工程师的称号 好 你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 那好 现在就请 刘副书记宣布 对你其他的处分 我还有处分 老刘啊 宣布吧 不收事 就帮你逃我 先不收尾 好 去吧 时间了 大家走 去吧 决稿 没有什么 我最近没有装作 祝国栋是右派分子 你不能到这儿来 我来见他是 刘府书记特批的 这是他写的批条 对不起啊 麻烦你们回避一下吧 好 行 走 岳主 岳主 你不该到这儿来 你为什么要把责任 揽到自己头上 为什么要说违心的话 我不想解释 你必须解释 再过两天 你就要被送到 太子河农场了 太子河农场 去那儿干什么 去劳动改造 没有期限 你现在后悔了吧 如果这样 能换来陆队长家遗暑的 优厚抚恤 我不后悔 可你想过没有 你让陆队长的遗暑 有了优厚的抚恤 可你的老婆儿子呢 你不是说 嫂子又怀孕了吗 你知不知道右派分子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的政治生命就此完结了 你的政治生命结束了还不算 你儿子 以及你还没出生的孩子 都要为此受到巨大的耻辱 难道你愿意让孩子没出生 就有一个右派分子的父亲吗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你 都当爹的人了 还这么殊生气十足 玉大说了 你还有几天镇别时间 你还有最后的一线希望 赶紧如实申诉吧 完了 有人在图纸上做了手脚 我现在是挑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月中 好 感谢你来看我 你走吧 那 要我给嫂子带什么话吗 把这封信赏给她 月中 月中 别难过 人生的路还很长 我相信 一定能挺过去 竹鱼也吃饭了 阿婆来了 你来了来了 月中 你瞧瞧你这肚子大的 估计要生了吧 就这两天了 国洞啥时候回来啊 这矿上事儿多 刚又发生了矿难 忙不过来 你虾子 好 说说 对 今天 都挺都已经 好了 咱们 我 我们好了 对我 做一切员 小刘 让我过来 我看看现在 我比你成功今天 一些估计那些估计 那金屋说吧 新华啊 快 给叔叔阿姨倒水 来来来 金屋说啊 来来来 吃吧吃吧吃吧 你说是不是国栋大哥 暂时回不来了 恐怕没那么简单 春花 你是不是听到什么了 到时你们就知道了 吃饭 文静啊 来 吃这个 酸菜你最爱吃 两位快坐 快坐 嫂子别忙了 别忙了 玉达 你就对嫂子说了吧 咋了 国栋出事了 嫂子 朱处长跟我说过 你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 刘书记 你有话就直说吧 嫂子 我今天是来代表组织通知你 祝国栋同志 被划成了右派分子 妈 啥是右派分子啊 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 去 去 吃你饭去 去 刘书记 国栋他不是惹事的人 为啥会被划成右派呢 有些事情几句话也说不清楚 总之 朱处东同志有责任 我们也有责任 没有保护好同志 既然已成事实 只能接受了 过几天 他就要被送到太子河农场 去劳动改造 你的思想上 可要正确对待 不能被包袱 对了 嫂子 这是朱大哥给你的信 嫂子 嫂子 朱大哥给你的信 月初 咱们走吧 嫂子 你多保重 我现在调到邝公子弟学校了 就在安平市 你有什么事尽管来找我 我送 我送送你们吧 不用了 不用了 你开信吧 我们走了 嫂子 叔罗阿姨 你们走了 听话啊 雨珍 对不起 在你怀着我们第二个孩子的时候说这件事 但我别无选择 我很难过 我犯错误了 很快要被送走 这一句 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回来 因此我写了一份离婚协议 你如果同意 就签上名字吧 妈 妈 你怎么了 你怕他不要我 他要跟我离婚 他要跟我离婚 你 这个 那些皇室怎么样 这怎么了 妈 还不快快快去 我也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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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饭 你去怎么看 妈 走 去看看 哎呀 慢点 玉珍 玉珍 你慢点 这是出啥事了 怎么了 西华 怎么了 怎么了 是不是国盾出啥事了 没什么 他调到别处去 如果爸爸不要我们了 他要跟我妈离婚 什么 真的假的 别听他瞎说 小孩子懂什么 我没瞎说 是你告诉我的 妈那是骗你的 你爸怎么会不要咱们 玉珍啊 有啥事说出来 别一个人硬撑着 都是一路走过来的好姐妹 你说出来 谢谢我们的帮上你什么忙 是不是 你们住家 现在不像过去那样了 风风光光的万事不求人 该低头的时候啊 就得低头 是不是 我知道 该低的时候我会低的 这不还没到时候了 谢谢你们为我操心 兴华 快 让两个衣坐下吧 坐下吧 没事就好 子龙还没吃完饭呢 我先回去了 兴华 不哭了啊 兴华哥哥 别哭了 文静 走 咱们回去 走 走啊 妈 你为啥不说实话 我爸明明写信 说不要我们 兴华 妈是想让你知道 人这一辈子 不知道要遇上多少婆婆看看 也不知道要尝 多少的酸甜苦辣 有多少苦 都要往自己肚子里咽 天塌下来 要自己扛着 记住了吗 我记住了 妈 我爸为啥不要我们了 你怕是昏了头了 兴华 去 把作业做完 明天到学校 跟老师请个假 好 兴儿啊 妈带你找你爸去 去 自龙 到外的写作业去 不吗 我想在这儿写 妈要跟你爸说会儿话 出去写去听话 快去 东海 我跟你说 你发什么愣啊 我跟你说话呢 起来 什么事 说 起来起来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这玉珍从来都是拿得起 放得下的人 他肯定是遇到什么过不去的事 才会这样的 肯定是啊 国栋出啥事了 国栋会出什么事啊 那么好的一个大好人 梅姨 梅姨 新华 新华哥 子龙 快快快 坐坐月去啊 哦 新华 你有啥事吗 梅姨 我妈说明天请你给她请个假 她要带我去看我爸 行 新华 娘没事了吧 嗯 没事了 孩子 快点回去吧 多陪陪你妈 嗯 嗯 那我先走了 梅姨 东海叔再见 好 再见 哎 姐妹啊 等他们回来了 多陪陪玉珍 嗯 看来呀 真遇上过不去的坎儿了 妈 你说真一家真没事吗 他那个人啊 就挨面子 什么没事 新华他爸都成右派了 妈 你咋知道的 你老爷上次过来说的 本来我还想帮帮他 可他那人呢 总是摆出一副万事不求人的样子 死要面子活受罪 让他没事吧 我看 我看他这次怎么过这条狗 妈 啥是右派呀 右派 右派就是坏人 妈 我看国东叔叔也不像坏人啊 你傻呀 坏人头上还刻字啊 我告诉你啊 以后少跟新华在一块混 我就要 新华哥哥什么事都顾着我 那是以前 现在不行了 他爹一倒啊 住家就完了 再说你爸现在是县长 哪有这县长的女儿 跟一个右派的儿子在一块混的 我不管什么右派不右派 我就要跟新华哥哥玩 四丫头你敢 我告诉你啊 你要再不听话的话 我打断你的狗腿 臭丫头 你就会这一句 我都褪尸狗腿 那你的腿是什么腿啊 四丫头 跟谁学的伶牙俐齿的你 跟你呗 你 你 老刘啊 祖国洞一旦被送走 技术处的负责人啊 就没了 我看啊 滕手工不错 就把他提成处长吧 是不是等金书记回来 再讨论这件事情呢 等什么呀 金书记回不来了 为什么 他跟祝国洞一样 在党校学习期间 发表了很多反动言论 被划为右派分子 金书记 不会再回到咱们煤矿了 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昨天 市委组织部找我谈过话了 有可能让我接手矿里的工作 老刘啊 滕手工这次在大师大飞当中 表现得还不错 虽然有包庇祝国洞之嫌 但也情有可原 怕祝国洞报复嘛 不过最后啊 他还是占本了立场 揭露了不少祝国洞的反党言行 那就放在党委会上讨论吧 我看就不用了吧 不就提升个处长吗 技术部门是矿里的重要部门 还是讨论一下好 陆副匡长 刘副书记 朱国洞的老婆来了 他想去看 不行 月相 透过 透过轻轻的窗带 悄悄把思念记载 海风吹拂 海风吹拂着西海 深深 把记忆 记忆打开 朦胧中收藏 寂寞的亲爱 谁的背影 徘徊了一个时代 虽然 众人疼 浓浓的深 来深 来 你的眼眸 模糊了 念了 忘川山海 我家三代贫农 我的立场能站到哪去 到时你要注意你的工作方法 不要太情绪化了 就算你是右派分子 可你是新华的爸 你是我男人 我不管你是啥分子 我都不会和你离婚 妈 你怎么了 妈 你怎么了 妈 你说话啊 我是右派 我不管你左派右派的 这是我的地盘 我说了算 这自古以来吧 好人就容易受冤屈 我手带出来了 我想你怎么解决 我乖得正年 做这个器材 你为什么要解决 你怎么解决 你怎么解决 你怎么解决